第332章 以一换五百 西域大小盆地兴罗旗部 大军极易纵横持突 设防困难 故而历史上中原王朝唯有鼎盛时期才能鞭长及西 北梁都护府的说法便沿袭大凤朝的中兴之时 如今青苍林瑶凤翔三镇的存在 便是为了勾连西域中原两地 而在林瑶军镇以西的广袤地带 又以密云山口为首要咽喉之地 滥陀山便位于此处丫口左侧山脉 天然立于屯兵处资 先后两只骑军沿着这条横向的宽阔山口向东缓行 后者是典型的北蒙倾气建制 除去百夫掌千夫掌披挂铁甲与中原骑江无异 骑足大多身披皮革制成的青刃战甲 配置五花八门 马刀 长矛 骑弓 甚至还能看到许多悬挂在辅马两侧的狼牙棒和套马索 那只新型骑军则显然要更重 为了不伤战马脚力 还有双骑辅马 两匹分别驼付冰甲 即兵器与铁甲 甲马挂有引人注目的甲囊 那套进户繁琐的盔甲内副皮革 外照鳞甲或是锁子甲 武器也相对更加齐整 一律是长矛 骑弓和马刀三种 全部悬配在兵马之上 而胯下这拨人数在三千左右的骑军 骑成战马也匹有皮质护甲 仅从这一人三骑的规模来看 就能知道这三千骑且不论战力高低 但在北蒙边军中 肯定是排得上号的老子军 按照北蒙心腹大敌北梁边军的调侃说法 北蒙边军大致分为三种 绰号儿子军的骑军 属于南朝精锐 一人双骑 算是南朝庙堂权贵的亲儿子 什么好物件都不缺 战马优秀 兵甲精良 诸如瓦铸君子馆 这些重要军阵的骑军就在此列 至于孙子军就要逊色许多 在北梁 尤其是梁州关外铁骑眼中 就跟马背上的军功差不多 不堪一击 还有一种被称为老子军的强势骑军 则不容小觑 辅马多达三四甚至五匹之多 例如董卓的四家骑军 洪敬炎的柔然铁骑 还有柳归杨元赞等 北蒙大将军的老底子亲军 既是如此数量不多 可战力极强 不存在兵力悬殊 便不敢死战的情况 胜则势如破竹 败则全军覆没 在战场上很大程度能够主导形势 这支总计万人的北蒙大型骑军 正是成功帮助众坛 登上滥陀山的宋旨军 是南朝数家豪法凑出来的鸭香敌本钱 第一场两蒙大战过后 把赌注放在刘州和幽州两处战场的南朝高门 大伤元气 既然柳归杨元赞 这些成名已久的南朝边军元老靠不住 这回那六七个铜器连支的南朝甲乙 大足学乖了 压住压到了名声雀起的下纳波仲坛身上 当然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仲坛 也掏出不少家族老本 那三千惊奇 正是出自崇家铁骑 一口气派遣给了仲坛半数 连大将军种神通麾下也不过三千丝奇 足可见崇家对这位长方嫡子的器重 不过这也毫不奇怪 毕竟仲坛是连女帝陛下都在朝堂上亲口称赞的后晋之辈 便官北莽官场二十年 这份殊荣 庙堂前辈里头 大概就只有柳归和董卓聊聊两人了 仲坛骑在一匹昵称为美人的汉鞋宝马之上 本该志得意满的年轻武将眼神阴沉 望向山口远处身边一名心腹千夫长好奇道 少主八十多骑马篮子都洒出去了 而且都是自家儿郎出不了错 我估摸着到达那刘州凤翔军阵之前都不会有战事发生 少主在担心什么 种坛儿盼想着大军中的熟悉马蹄声和些许驼铃声 皱眉道 太平静了 出身种家的千夫长伸手挠了挠那颗大光头 咧嘴笑道 少主这趟跑去烂驼山本来就出人意料 北梁边军来不及反应也正常 就刘州那点可怜巴巴的骑军 光是应付黄颂蒲的兵马就够吃上一大壶的了 哪里顾得上咱们 重坛叹了口气 忧心忡忡道 上次战事 董卓都已经打下了梁州虎头城 刘州也保持了军事 最终却输掉了整场战役 就是因为幽州输得太惨了 此次大战在距北城以北 但是胜负关键却在刘州啊 我怕就怕两次大战 都因为我仲坛身处何处便输在何处 那名千夫长赶忙打断总坛的晦气言语 兴兴然道 少主莫要乌鸦嘴 总坛自嘲一笑 然后眼神坚毅 沉声道 时刻盯着前方马篮子的动静 传回谍报 稍有一样凝滞 我们先锋三千旗 就进入战时准备 以最快速度冲出密云山口 务必保证身后六千旗 能够在平坦地带铺展阵型 这位夏纳波之所以亲率三千种加铁机开路 正是担心给人堵死在密云山口之内 身后那些来源杂乱的六千旗 未必能够成功挡住大股北梁骑军 突如其来的冲击 甚至极有可能给敌军逼迫的出现海水倒灌之势 到时候密云山口内就会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了 即便滥陀山僧兵就近在咫尺 对于战绩胜负 都是稍纵即逝的齐军之战而言 意义其实不大 从头到尾 经历过葫芦口惨烈战事的总坛很清楚 纸面上的兵力优劣都是虚的 不但两网战场的葫芦口证明了这一点 中原广陵道的那次西楚复国 谢西锤和寇江淮那两个年轻人 也用一场场匪夷所思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 虽说总坛事前与父亲总神通 还有小叔总梁有过一场议事 认为刘州险峻形势 不允许北梁出动两万起来堵截 而兵力一旦少于两万起 那么总坛的一万起军 和即将动身赶赴战场的近万烂陀山僧兵 就在刘州以西的任何战场上 稳稳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总坛从来不觉得 煞场上有什么必然之事 西京朝堂上那场君臣问答 女帝陛下当着满殿重臣的面对 这位年轻人赞不绝口 总坛言语不多 自称并无出众之处 用兵唯有谨慎 这不仅仅是照顾柳归 董卓那些败军之将的颜面 更多是总坛调调兵遣将的真实写照 总坛自言自语道 只要让我出了这密云山口 任你徐凤年在刘州有翻云覆雨的手腕 也无关大局了 不过就算你有这份魄力赶来堵截 又当真能拦得住我 虽然临近出口处 尚有一段路程 前方马兰子 最近一次传递回来的军情 也不曾有异样 但是总坛突然眯其眼 下达了一份莫名其妙的军令 三千先锋旗换马 披甲 总坛一马当先 向前冲杀而去 若是山口外 没有北梁旗军守株待兔 那就当作一场阎武好了 兵法上向来有半度而及一说 因时因地而异 一名年轻儒雅的旗将抬起手臂 身后两阵六千旗骤然而停 他抬头眺望约莫三里地外的密云山口 他身后六千人马都风尘仆仆 流露出疲惫神色 一人双骑 人马皆疲 照理说 这种形势下的骑军 没有小半个钟头的休憩整顿 战里绝对恢复不到巅峰状态 一匹天底下最好的神鞠 大概能够一天奔出三百里 所谓的六百里加急 甚至是八百里加急 那都是用驿站轮番换马 和驿马撞死人不计罪的巨大代价换来的 事实上决定一只骑军速度的真正关键 是骑军最次一等战马的体力 那些名锤轻驶的长途奔袭骑战 都建立在骇马惨重的前提上 简单说来 就是不断活活跑死脚力 孱弱的承重驸马 以此保证 战马在战场上的体力和冲击力 否则一只两三次冲杀就精疲力尽的骑军 如何能够对敌军造成杀伤力 这次奔袭西域 北梁都护府和刘州刺石府的既定方略 都是要求他和另外一只骑军 尽力联手堵截总坛万骑 进而迫使此人身后烂陀山僧兵 越晚进入刘州青仓主战场 所以归根结底 这场阻战不求战果大小 不过是尽量为玉栏刀部骑军的孤军深入 和主力龙象军迎娶时间 很好打 但也很不好打 保守的打法 就是不离踩烂陀山不足僧兵 只需要跟总坛的开路骑军纠缠不休 如此一来 任务就算完成 可是在两只骑军并驾齐驱的途中 他提出了一个风险极大的想法 一个导致两只骑军都很不好打的激进方针 他本以为那个绰号曹矮冬瓜的年轻人 会断然否决 会搬出以大局为重这个说法 但是那个还是第一次 与他并肩作战的年轻北梁骑将 竟然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 不但如此 还主动担负起更为送死的任务 理由使他曹矮挥下人马更多 而且他曹大将军行军打仗的本事也大些 这让他哭笑不得的同时 也有几分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他当年在广陵道 习惯了独立挑起所有担子 习惯了数万甚至十数万大军生死 全部细于一身的沉重 这场仗还没打起来 就让他感到很陌生 他泄西锤转头望向那些 隶属于林瑶奉享两座军阵的骑军 下意识伸手握住那柄前不久才到手的战刀 第六代徐刀 许多事情许多细节 他也是真正到了西北进入边军之后 才开始了解 比如手中战刀 原来梁刀开封有两次的讲究 一次是在攻防磨刃 一次是在沙场杀人引穴 否则那把战刀 如果仅有前一次 那就撑不得梁刀 谢西锤笑了笑 北梁寒苦可穷讲究真多 不过他喜欢 很喜欢 他身后这六千起来路复杂 既有原先在两阵割据称王的强悍马贼出身 也有为了户籍而上阵搏杀的刘州难民轻壮 还有那个叫柴东狄的妇人 拉拢起来的西域刘齐 准确说来 跟他谢西锤一样 相对于北莽蛮子身经百战的北梁边军都是除 人是如此 新配发的腰间梁刀更是如此 割下北莽蛮子的头颅 为刀染血开封 比起为那些水灵的胭脂菌破一破瓜 一点不差 这个说法很粗力比俗 更不知最早是从谁嘴里传出 虽说师从西楚曹长青 却出身于市井巷龙的谢西锤 自然还是很喜欢 谢西锤的军令一条一条精准传达下去 将6000旗按照来源分作三部 以出身最正的2500旗两阵旗族作为先锋 对出现在密云出口外的总坛部旗军展开冲锋 冲突敌阵 得力则全军齐进 未能得力 只要稳住阵脚 让北莽旗军无法成功在山口外铺展阵型 便小战继退 第二支流民千旗替补而冲 继而换作柴东敌部2000旗军更退迭近 他亲自率领五百龙象军精锐在旁压阵 一旦北莽旗军出现破阵而出的迹象 谢西锤就会让那五百死士精旗 就算战死 也要用自己尸体堵住密云山口的出口处 在和曹维万旗分道扬镳之后 后者已经将绝大部分粮弩和旗弓 都转交给谢西锤这支旗军 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总坛部齐军精锐殿后 由寻常齐军率先冲出密云山口 但是谢西锤相信 那名靠着葫芦口足足卧弓 链合两城北梁边军尸体 当上下那波的年轻人 绝对不至于如此掉以轻心 即便总坛真的如此名不负实 那么谢西锤更有自信在实打实的战场上 拿回那份几方先手失误错过的战功 谢西锤几乎与山口内的总坛同时下令 然后说出如出一辙的言语换马 披甲 曹维一万旗在与谢西锤分开后 开始不计战马体力损伤地 进行了一场快若奔雷的长途奔袭 直接绕过了密云山口 他要以密云山口西端的附近一处入口闯进 然后将自己身陷死地沿着山口迅速东奔 最终处于重坛齐军和烂陀山僧兵之间 拼的就是谢西锤六千旗能够守住东大门口 能够等到他能够在重坛齐军的屁股上狠狠统一道 所以曹维在与谢西锤分别的时候 半真半假玩笑了一句姓谢的 我曹大将军那可是板上钉钉 要成为老梁王徐骁那样的男人 结果这次等于是把脑袋拴在你谢西锤的裤腰带上了 千万别让我英年早逝啊 谢西锤当时没有豪言壮语 只是点了点头 谢西锤看到那个矮小武将急迟而去的时候 背对自己抬起手臂伸出大拇指 不知到底是什么曹维独有的意义 或又是什么北梁边军的古怪讲究 万其突进其事大如山崩潮涌 曹维嘴唇干裂 渗出些许血丝却满脸笑意 怒吼道老子要让蜜云山口一溢 成为不输于卢生向血液下卢舟 楚禄山千旗开蜀的豪壮奇战 曹维可以死 唯独不能死得极极无名 蜜云山口虽然呈现出收束之势 如同女子仙妖可毕竟仍然能够让二十余旗并排冲出 先前解锡锤仅用眼力就可以看到 竖旗北盲马兰子奔回山口传递军情 大战一触即发 但是重弹部齐军的冲出要比预期更快 也更为迅猛 以至于凤翔林瑶两阵齐军的当头五十旗 几乎一个瞬间就被蛮横冲散 虽然在北梁轻弩齐弓已经齐射 箭矢如雨颇洒向出口 很快就射落二三十七北盲蛮子 但是北盲齐军总体上势头不减 解锡锤立即改变策略 第一时间就下令五百龙象军死士齐军扑杀而去 敌我双方尸体都不够 远远不足以形成一条天然的蓝马庄 解锡锤停马在山口外半里地的地方 身边仅有数十旗亲卫护从和六名传令齐足 他并非那种冲锋陷阵的猛将 当初亲临战场让离阳春秋老将严阵春全军覆没 解锡锤一样不曾上阵杀敌 不是解锡锤没有那种一怒杀人的匹夫之勇 而是武力平平的他无比清楚 一个活着去准确发号施令的主将才能够率军杀敌营也 解锡锤不但让那五百旌旗赴死 甚至还下了一条军令 若是厮杀过后坠马而未死 请诸位尽力杀马于阵上 解锡锤想起那一张张原本眼神坚毅的脸庞 在听到这条命令后几乎人人眼中都有痛楚之色 最后又都默然策马而去 五百龙向经济奔火速赴战场后 解锡锤面无表情地下令给稍稍撤退的两阵旗军 展开半扇形阵型 一旦那五百旗出现溃退迹象 或是仅剩五十旗站在战场上的时候 就必须对密云山口进行不分敌我的传设 林瑶奉响两阵旗军的副将 欲言又止 咬牙领命 然后解锡锤又让林瑶奉祥骑军在扇面湖顶处 让出一条可攻二十旗并排向前冲锋的通道 让一千旗流民轻壮列队准备就绪 集中军中所有枪矛配送给这些屡历出众的流民轻壮骑俗 并且临时挑出擅长骑设布设的六百人 单独成军位于两阵骑军的那座扇面之前 解锡锤坐在马背上 看着那处狭窄到不能再狭窄的战场 更是一座人马接亡的奇怪战场 他虽然看不清密云山口内的场景 但完全能够想象那里的密集铁甲 不断挤压拥促在一起 如一片黄群 如一窝一穴 如果浮水房的谍暴出现纰漏 烂拖山僧兵并不需要整顿收拢 就已经与总坛齐军汇集在一起 如果曹维齐军的推进不够迅猛 或者是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 已是强弩之末 如果他解锡锤守不住这道口子 只要有一个如果成真 那么刘州战事才开始 就已经是弥烂不堪的境地了 这一刻 解锡锤不知为何 想起了那个 似乎总是言笑温和的年轻人 那个在梁州关外 亲口对自己建议 多走走多看看的年轻人 解锡锤深呼吸一口气 用自己才能听到的嗓音 自言自语道 你为我大楚留下五百读书种子 解锡锤何惜以一死相报 从今天起 在吴大楚将军解锡锤 只有北梁边军解锡锤 请不吴大利